那這個地方我想要讓各位知道 訊號處理它到底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只能夠講第一項的部分 就是怎麼樣去處理這個訊號 然後把我們想到的訊號結局出來 然後做一些綠波這樣子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做後面的事情 所以常常有時候一開始講完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那這個到底有什麼用 跟這個身體訊號量測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像還離得很遠 所以稍微讓各位知道一下 它的最後面的應用是什麼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叫做綠波 就是filtering 我們甚至其實在講述的內容裡面 我們之後還會講到一些FIR和IR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FIR是 不是樂團的名詞 那個已經很久了 我以為現在講FIR應該沒人知道了 OK FIR其實是finite impulse response OK 然後IIR的話是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它都是一些訊號處理的一些方法 兩種不一樣的方法 不過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覺得 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 怎麼這裡又有綠波了啊 上個coffee不是才有綠波而已嗎 為什麼這裡又有綠波了 哪來那麼多綠波啊 OK 如果你有上課的話 我是說上電力氣其他課的話 你應該會在很多的課程裡面 聽到filtering這個字 在電子學裡面會有 電路學裡面也會有 在不同課程裡面講到的filtering有什麼不一樣嗎 它們不就是都是根據不同的頻率成分去做綠除或抑制的功能嗎 那為什麼在不同的domain裡面我們都會學到filtering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件事情 filtering的目的我們都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要在不同的課程裡面都學到filtering 或是我講簡單一點 我們上個禮拜或是剛剛講的這個用電路所做出來的filtering濾波電路 跟在數位訊號處理裡面的濾波處理有什麼不一樣 同樣都是lopex filter 那在這兩個東西裡面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大家可能比較害羞一點 所以我來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在電路學裡面一樣會有filtering 但是這些filtering是怎麼做的 都是用電路的元件做的對不對 它可以馬上把不同的頻率成分做一些分類 或是做一些抑制或是做一些增長的動作 但是它是用所有這些被動元件和主動元件的串聯 完成這件事情的 簡單來講就是op加rlc電路 那在數位訊號裡面的濾波是怎麼做的 一樣的你是去設計不同的黑盒子 這些黑盒子可能有不一樣的impulse response對不對 然後在設計適當的這個impulse response的過程當中 也就是這個黑盒子的過程當中 你的輸出訊號可能就具備有某種濾波的功能 直白的講 這些濾波功能是有什麼樣子的做法完成的 都是一些數學的預算嘛 最常見的就是做convolution 對不對 或是在頻譜上面做乘法、假法、whatever這些動作 那不管是time domain或是frequency domain的訊號來說的話 你其實都是在做加減乘除 你有做比這個更難的部分嗎 不要跟我說微積分耶 微積分其實就是乘法再加加法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還是加減乘除喔 OK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完成的方法不一樣 在電子電路裡面 我們是用電子電路原件來幫助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在數位訊號處理裡面 我們其實是用數學的加減乘除來幫助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得到特殊頻度處理過後的結果 我們想要的結果 也就是濾波的結果 那為什麼要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完成一樣的結果 因為試用的方法 試用的環境會有點不太一樣 OK 怎麼說呢 以數位訊號處理來說 以訊號處理這個角度來說 你今天等下所有加減乘除完以後 結果出來了 那你出來的結果如果不合你意的話 你會不會馬上自己重算 可以嘛 對不對 你調整一下參數不一樣的東西 反正你所有的紀錄計啊 你能夠算的話 那些紀錄也都能夠儲存的 我的意思是 原始的資料你都是可以儲存的 你只要改變不同的計算方式 你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再延伸一點 你今天想要做 明天想要做 下個月想要做 明年才想要做 都可以啊 只要你的硬體不壞掉就好 對不對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這些事情 不會受限於當時當刻的 一個時間實地的一個時空的限制 這麼講你就知道了 你使用電子電路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最大的限制是什麼 你今天送出來的時候就要馬上做了 你能夠把它留到明天再做嗎 多一秒都不行了還明天對不對 所以我不再講電子電路缺點 不是說我現在講數位訊號 我就講別人的缺點 不是 我在跟各位講的是 電子電路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它其實要做的就是立即化的處理 所有的運算就算再快 都比不上電子電路的反應 因為那個基本上就是電流通過 結果就出來了啊 沒有什麼運算時間可言啊 所以它的輸出 基本上我們幾乎可以把它當成是 一個real time output 即時的輸出結果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求是即時的處理 馬上的輸出 那其實電路是比較適合你的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還不太確定你自己的處理方式 你需要琢磨再三 或者是你希望能夠存下來 然後藉由不同的演算法 或者不一樣的結果再做比較的話 那你就不會用電路的方式 因為那個方式沒有辦法幫助你去 做重新的演算或儲存 你一定要先存起來 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OK 所以各位就知道 其實他們就是在使用的 時機點不太一樣 OK 就像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像各位的電腦應該都有一些顯示卡 對不對 那現在顯示卡 大家 考驗 最考驗顯示卡是什麼時候 就是你打電動的時候 對不對 因為你會需要很多的 這個圖形的這些解碼 還有點碼之類的東西 OK 所以顯示卡的價位 有從幾百塊錢一張的到幾千塊錢一張 到幾萬塊錢一張都有 差別在什麼地方 就是在於它解碼的能力 輸出的能力 對不對 那在這些輸出裡面 各位如果有研究 你就會知道 其實在顯示的輸出的解碼裡面 其實分兩種 一種叫做硬體解碼 一種叫軟體的解碼 一種叫軟體的解碼 這兩種的價錢其實差很多 哪一種比較貴呢 硬體解碼比較貴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是用電路去解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達到比較高的運算速度 因為送進去 它直接幫你算好 電路直接幫你算好 送出來了 可是你軟體解碼的話 它是需要電腦去跑的 所以它的解碼速度 其實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快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雖然它們做的都是濾波的動作 我說的是電路和數位訊號 做的可能都是一模一樣的動作 Cut of Frequency Game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呢 他們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他們適合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麼 各位在不同的學科裡面 都會接觸到非常類似的內容 OK 因為它在訊號的處理上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說濾波器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好 有點多說了 總之呢 我們大概就是 希望能夠先用一些基本的概念 先複習一下 包含像Free-Ray Transformed 或是像Simple Steering這些東西 然後稍微推廣到一下 一些簡單的Filtering的動作 然後再來 就像我說的 我們會給各位一些例子 來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些訊號 訊號處理的這些手段 怎麼樣使用在 應用在聲音訊號處理上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數位訊號處理的架構 OK 通常來講 我們很喜歡用系統的這個概念 來描述我們所有的處理步驟 OK 所謂系統的概念簡單來講 就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 畫框框 框框裡面就是一個黑盒子 你可以讓它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框框的左邊是你的輸入訊號 框框的右邊是你的輸出訊號 所以X是你提供的 Y是你想要獲得的 那你就是根據你想要獲得的Y去Design 你今天裡面的這個黑盒子到底要怎麼做 OK 那我們就用系統的概念去描述它 那這個系統呢 通常在講訊號系統的第一章 或是第二章 反正就是很前面的地方 它通常會提到一個名詞叫做LTI 或是LSI Linear Time Invariant 或是Linear Shift Invariant 這兩個不一樣 它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不一樣的字而已 不過因為通常上到其中其末以後 大家都會忘記這個東西是什麼 不過它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字 它告訴你 我們今天處理的所有的系統 都是線性的 而且不會因為時間而改變 不會因為我今天輸入 或明天輸入就不一樣 這就是不會因時而改變 那什麼是線性呢 線性的意思是什麼 忘記了回去自己查一下 簡單來講就是可以用這條式子來描述 線性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X1和X2都是我的input 它的輸出也等於X1和X2各自輸出的 waiting summation 我的輸入是X1和X2的waiting summation的時候 我的輸出也是這兩個所對應的輸出 它們的waiting summation 所以它們是可以被線性加總的 我的輸入和輸出的關係是可以被線性加總的 這叫做線性系統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處理的系統全部都是線性系統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今天不是線性系統怎麼辦 你要想辦法讓它變成線性的 因為我們很少人在處理非線性運輸 OK 就像電子學一樣 我們都是找線性區來幫助工作區 OK 再來time invariance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今天移動了改變你的輸入時間 怎麼用數學次數去表示改變輸入時間 就是讓它減掉N0嗎 不是加上N0 就是加上一個time shift OK 當你的輸入改變了N0的時間之後 你得到的輸出結果是什麼 它也隨時改變N0的時間 換句話說 你今天送進去 跟10秒鐘以後送進去 跟一個小時以後送進去 跟明天送進去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你可以對這個系統放心 它每次送進去的結果都會一樣 OK 在這些事情全部都成立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有辦法去討論我們後面的事情 OK 只不過我們通常都會遺忘就是了 所以在這堂課程裡面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我們要討論的其實都是LTI system 我們所有討論的系統都是 包含 Fourier transform 也是LTI的運算 Fourier transform 是linear 對不對 也是time invariant 對不對 所以當你把 Fourier transform 當成是一個system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LSI或LTI system OK 所以我們其實用得很習慣 好 好 那什麼叫做數位訊號處理呢 數位訊號處理基本上就是 根據你現在送進來的X 你給它的輸入 它去做一些數學上的運算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加減乘除 複雜一點的話 包含像CyCy 或者是積分 或者是這些東西 Anyway 偷不了加減乘除的範疇 把這些東西處理完之後 再送出來 不同的處理步驟 它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在數位訊號的系統裡面 我們就是要知道 怎麼樣去分析你的處理步驟 得到什麼樣子的效果 OK 所以 講到目前為止 都好像蠻 蠻 蠻數字化 蠻選 蠻空虛的 所以我們直接舉一個 很實際的例子 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呢 現在你的輸入 就像上面這個東西 它其實看起來有點像三角波 只有在 n等於0到4的時候 它有一個value不等於0 分別是246642這樣子 OK 那我今天就可以設計出一個很簡單的 數位訊號處理器 它做的是什麼呢 它需要滿足這個公式 yn等於三分之一 xn加上xn加1 xn加2 OK 總之呢 就是每一個時間點的輸出 時間點0的時候 它的輸出是什麼呢 是現在的輸入 跟下一個時間點的輸入 跟在下一個時間點的輸入 這三個點的總和 在平均 OK 有處理3 所以是平均 我們把它叫做三點平均器 OK 所以利用這個三點平均器 你就可以為下面的每一個點 找出它的對應的結果是什麼 也就是youtput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呢 當你的n在小於等於-3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都是 0加0加0除以3 所以結果都是0 直到n等於-2的時候 它是0加0加2除以3 所以上面是2 後面一直類推 你就看到得到的結果 依序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你看到的結果 跟你的輸入的關係 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它是不是有一點點好像把上面這個波形 它原本是一個三角波 但是接下來這看起來有點像是一個二次曲線 它有點像在為它做平滑化的過程 smoothing的過程 對不對 也就是讓它點與點之間數值的變化不要那麼的劇烈 這個我們就叫做smoothing嘛 對不對 請問叫smoothing是屬於哪一種filter low pass filter bent pass filter high pass filter 哪一種 越平滑的意思代表它的變化速度越慢 變化速度越慢的話 對應到平普的空間來講 頻率成分是越高還是越低 越低 為什麼 頻率越低代表它在時間上的變化就越緩慢 頻率越高就是越劇烈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在對這個十變的訊號做smoothing的過程當中 它就有點像是去強化它低頻的成分 讓它的變化看起來沒有 變動看起來沒有那麼的劇烈 所以這雖然數學上面很簡單 但是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low pass filter 它就是一個低通濾波器 OK 所以filter也可以很簡單 就這樣做就是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數位訊號處理裡面 基本上我們就是用這些數學的運算 來達成我們想要的效果 OK 就像剛剛的一種濾波的一個效果 那在這個做法裡面 其實我們都只是調整那些數學運算的 加減乘數符號 還有它前面的concent 係數大小而已 像剛剛我們就是 這三指的係數都是三分之一嘛 就這樣而已 你想要調整不一樣的這個效果的話 你就是去調整不一樣的係數嘛 比如說我本來只有三點 那我現在取四點 取五點 對不對 因為你要平均嘛 所以你前面的係數可能會變成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 當你平均越多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 平滑化的效果會越 對不對 越平滑還是越不平滑 越平滑 因為你去加總了更多點的結果 來顯示出它的 output 對不對 最簡單的做法 你可以看到它的y的範圍 所以它一定是會變成是一個更平滑的方式 也就是你那個 average filter 就前面這個 average filter 你的點數越多的時候 smoothing的效果越強 low pass的效果也會越強 ok 所以你只要調整這些 運算前面的符號 加減 加減號 或是前面的係數 你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運算結果了 所以它的一個好處就是它的彈性非常的大 而且它不需要什麼電路原線 全部都是在Programming裡面完成的 大不了就是把它燒進去你的這個 那個Micro processor而已 它全部都是用數學運算來完成的 全部都可以有防悔的空間 做不好從來而已 ok 不過它的代價是什麼 它其實是比較花時間的 ok 而且通常來講 你的運算過程 需要你把整段的signal input 都吃進去以後 它才能夠輸出 什麼意思呢 你看一下剛剛的 我為了要得到N等於0的輸出 這個時候我必須要先知道 N等於0 N等於1 N等於2的結果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知道這些data 我才有辦法輸出 我如果只有知道N等於0 N等於0的時候 X等於多少 我現在沒有辦法 立即在Y的這個部分輸出 所以你往往可能會需要 比較多的資料量之後 才能夠正確的顯示輸出 這是在數位訊號處理的部分 可是問題如果是在電路處理部分的 放大器的話 或是濾波器的話 你就只有當下的結果 因為你送進來馬上就要送出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別的地方 所以他們適合的這個處理的位置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剛剛我們其實都是用一些很 白畫的方式 用舉例的方式 來讓各位了解訊號處理 在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會 多加一點點程式 OK 所以 這個跟我們剛剛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中間我稍微放了一個名詞 反正我們現在都是Linear Time Inverance System 所以我直接就用上去了 不客氣了 那我們剛剛說這是一個黑盒子 那這個黑盒子呢 基本上就決定了我們的輸出會怎麼做 那黑盒子其實只是一些加減乘處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用廣義的方式 來描述這個黑盒子在做什麼呢 其實是可以的 OK 我們其實對於每一個黑盒子來說呢 我們都給它一個 描述它的特征的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 系統的特征方程式 OK 我們把它簡寫成 我們把它命名為H 就是它的特征方程式 一旦你知道它的特征方程式以後呢 你就會知道它輸出和輸入之間的關係 就不同下面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什麼呢 這不是稱號 這個信號代表的是數學上的convolution 不是multiplication 它是convolution OK 那convolution是什麼呢 稍微寫一下 我們上面來講 各位在學信號與系統的最前面幾個chapter 一定會教你 在講Fresh and Spons之前 一定會教你convolution 因為那是非常重要的計算 convolution的話 如果是對於一個時間的訊號去做convolution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子去定義的 它基本上呢 會是 它很像是把兩個函數拿去做相乘 沒有錯 但是請注意一下裡面的東西 這邊是t 這邊是t-t OK 所以它其實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把它乘積起來的 或者是有另外一種理解方式 就是說 我們其實現在是用 就是把ft跟inverse的g of t 在不同的時間位移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符號代表的就是反向 對不對 這個額外的t呢 代表就是位移嘛 那你在不同時間點所得到的結果呢 其實就是給它不一樣的位移 然後呢 再讓這兩個方呢 是乘起來 積分的結果 就是你的output 也可以這樣子想 不過 對我來講 這樣子想 也沒有 無助於我了解這個事實 所以我通常也不太這樣子想 OK 總之它們的關係式是這個樣子的 OK 那在這個關係式裡面呢 我們把這個 crimistic equation OK H呢 有時候我們把它叫做e-house-house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服務上面 我到底要怎麼樣知道 這個天鵝在做什麼 如果今天我是自己設計的人的話 我當然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是如果我不是呢 我只是想要去評估說 這個訊號在經過某一種機器之後呢 它的變化的行為是什麼 我想要評估一下這個 過程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 我可以怎麼樣去定量它的 特徵方程是什麼呢 我們常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只要能夠輸入 impulse function 或是delta function 我就可以知道 它就可以做re-house-action 為什麼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是 我突然帶了很多的名詞出來 所以各位 請稍微等我解釋一下 首先第一個 什麼是impulse execution呢 故意思義 它其實就是一個 脈衝的方程式 它只有在某個時間點的時候 有off 其他都是0 最常見的定義的話 delta function 這個字是delta 其他字母語的delta的小解 我們常用這個東西來表示 我們impulse function 或者是delta function ok 那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 只有在 t等於0的時候等於1 所有其他的地方的時候 然後 都等於0 我們把它叫做impulse equation 請注意一下 它是連續的 還是我 ok 所以 如果你今天把一個 impulse equation 取代 系統的輸入 就是x 送到這個系統的時候 你得到的輸入是什麼 根據我們剛剛這個compolution的預算 很簡單嘛 其實你就是把delta 代入x 進去算而已嘛 對不對 那我們說 系統的輸出 不就是等於 h 跟x convolution的結果嗎 那其實就是 稍微把這些東西都換一下而已嘛 就會變成是 就是h of tau 去乘上 x of t-tau 但是 x現在是delta 所以是x delta分子 不是 delta of t-tau 然後 再把它們積分起來 的結果 在積分事實裡面 我們最喜歡看到delta 為什麼 因為都是0啊 只有在什麼時候不是0 只有在這個時間點不是0 裡面這一個 這面數等於0的時候不是0 換句話說呢 它只有在t點到0的時候 才不是0 喔 我這邊寫錯 對不起 對tau來做積分號 在所有的tau裡面呢 delta都等於0 除了tau等於1以外 因為tau等於1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地方等於0 這個時候它只會等於1 所以換句話說呢 對tau等於1 它其他地方是什麼 值 你都不重要 你只care t點到那個時間點 ok 因為只有這個時間點 會不會反應出完 tau等於1的時候 等於h of t 乘下1 這就是你輸出嗎 其他地方都是0 所以長輩選起來 還是0 所以你看到什麼 當你的x 當你的輸入是impulse 是impulse function的時候 你的輸出就是你的特成方程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用這個意思來稱呼它叫做 in-house response h我們把它叫做impulse response 因為那個就是你在輸入送進去impulse之後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可以了 包括各位的問題 剛剛我們不是介紹一個很簡單的3點提音器嗎 請問一下這個3點提音器的impulse response是什麼 這是x嗎 這是y嗎 我甚至xy的關係師都給你的 那請問一下它的impulse response是什麼 應該很簡單吧 不就在這邊嗎 我們說x用 用delta function帶進去就好嗎 那個x和1的關係是多給你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麼 把x用delta n帶進去就好 所以你的impulse function 這是什麼 是 delta n加上delta n加1 再加上delta n加2 除以3 沒錯 啊delta n是什麼 這邊嗎 對不對 換個時間走來 我們說現在的impulse response的話 請注意一下 我剛剛推導過程來講 都是連續函數 所以我看到直接數都是t 現在畫的是discreet的一個number 所以用中括號n來表示 但是他們的概念是完全一樣的 現在的impulse response 等於這樣子 ok 那這個畫在圖形上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的話呢 代表就是n等於0的時候 它等於1嘛 再加上前面的這個 系數 所以這邊代表了 有一個1分之1的強度 對不對 這個呢 代表的是n等於-1的時候 它等於1嘛 for x2都是0 所以其實在這邊 這邊也是1分之1 同理可推 最後一下 就是n等於-2的時候 它有一個推移值 是1分之1 其他的地方 都是0 這個就是它的特色方程式 講多一點啦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你把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去做它的頻譜分析 很重要說 把這個東西做creation storm 你就可以得到 你的這個filter 或是這個system 它在頻譜上的反應是什麼 這個看起來 其實是一個retend to function 對不對 做version storm 會覺得是什麼 sync function sync function sync function 它是Lotized function 還是Huntized function 當然是Lotized 因為它有一個 比較強烈的main load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就聽好了 那這段的話 其實我跳得比較快 我是給就是 原本就已經了解 那個version storm的同學講的 如果你還不太能接受的話 也沒有關係 我們之後慢慢講 以後我看得到它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下禮拜還看得到它 好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 我們的fureation storm 進入我們的 這個主要的 這個 語言核心 那fureation storm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我們在 訊號處理裡面的 一個很重要的 公式 或是技巧 處理技巧 因為它可以幫我們 十遍的訊號 換一個 轉換成不同的角度 來觀察它 因為我們都只能用 十遍的這個函數 來觀察它 來描述它 對不對 它提供了另外一種 看法 也就是從 平譜的角度來看它 經由fureation storm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相對 十遇的訊號 它在頻率的分布 是什麼樣子的 頻率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每秒 發生幾次 這樣子用平譜的概念 低頻代表 就是每秒 發生的震盪次數 比較少 所以它變化比較慢 高頻的話呢 代表每秒次數 發生的比較多水 震盪比較快 是不一樣的訊號 那在fureation storm的計算當中呢 它有一個 基本的假設就是 它認為 所有十遍的訊號 都是由不同頻率的 正旋波的線性總和 很奧頭的句話 不過這個基本上 它的理論本身 它也是很多 正旋波的線性總和 這些正旋波 可能都有不一樣的頻率 和不一樣的證幅 和不一樣的證幅 所以呢 fureation storm呢 其實就是在解出 這些頻率和證幅是多少 然後畫繪製在頻譜上面 因為不同頻率 代表是不同頻譜位置 不同的證幅 就代表它的量到底是多少 它的energy到底是多少 它的強度到底是多少 你就可以繪製出頻譜來 所以它們其實就是在描述 時遇訊號和頻譜訊號之間的 一種關係 那除了可以讓時遇訊號計算 變成是頻譜的訊號以外 它也同樣的有一個叫做 inverse variation storm 它可以把頻譜的訊號 做一個反向的運算 來獲得時遇的訊號 因為它們是相對應的東西 一對一對應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一個現實的一個運算 所以這個在我們的訊號分析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以上都是用白話的方式來描述 那當然一定會有一個 背後的數學功能 同時它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注意一下 現在我們用x of t 來表示時間的訊號 用大寫的x of omega 來表示頻率的訊號 所以這個是時間函數 這個是頻率的函數 诶 Fraction Storm是什麼呢 Fraction Storm告訴你 就是你把你時間的訊號 去乘上一個operator 一個運算子以後 在時間上面做積分的結果 這個就是你的頻譜 诶 那到底乘上什麼東西這麼好用呢 它乘上的就是 exponential-j omega t 其實你這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的虛數 也就是根號-1嘛 這根號就沒問題嘛 對不對 那當你這個地方 有虛數的成分的時候呢 它在數學上面 就會等於是這樣 就是一個負數的表示式 其中包含了 十部的部分和虛部的部分 十部的部分 是口算 omega t OK 這個橡角 我們 omega t 這個橡角的地方 就會是我們正交 或者是 正學育權函數 裡面的這個角度 OK 後面的話 是j乘上 sin 這個一樣 有人是用ir 那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兩個都應該通用才對 那後面就是sin的部分 這樣子 OK 所以它其實就是乘上這個東西 如果你先加個負號 代表裡面的這個角度 你全部都加負號 如此而已 OK 那這樣子 預算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其實可以看一下 這個 cos部分 其實是正旋波 cos和sin也好 都是正旋波和余旋波 基本上都是一些閃營Social Wave 對不對 OK 然後呢 它只是乘上不同的頻率的閃營Social Wave 這樣子的效果是什麼呢 你如果把一個函數去乘上閃營Social Wave的話呢 有時間自己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 如果是兩個頻率不一樣的正旋波相乘積分的結果 永遠都會是0 永遠都會是0 因為根據三甲比數的核差公式 OK 它都會告訴你 最後的summation的結果是0 除非今天兩個的頻率是完全相等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trent留下來 那個trent其實就表示了 你今天正旋波的強度是多少 所以呢 這個公司在做的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在讓你跟不同頻率的 FinalSocial Wave做 下沉的動作 或者是說做convolution的動作 OK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頻率來講 它有這個頻率的成分的話 那自然而然你就會把這個成分的強度給擷取出來 反應在什麼地方呢 就反應在你的輸出的地方 看你今天的omega是想要看哪一個成分 真的不同的omega你都可以算一次 都可以知道它的result 所以重複這些過程 你就可以得到頻譜上面的各個分量是多少 那更有趣的是呢 我們剛剛說了 頻譜的訊號和時間的訊號 它其實是一對一的對應嘛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今天萬一只有頻譜的訊號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得到時間的訊號 這個就是我們的inverse equation 我們常常在f上面小寫一個負一 代表是inverse的意思 OK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都是幾乎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在幾個地方 第一個 這邊 這邊laborator的角度是負的 這邊是正的 另外一個 這個係數可能有一點點的差別 可是同時呢 你在不同的課本裡面 你或許會看到有些地方是沒有看到2π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是omega的定義的問題 像有些課本裡面 我們是使用角速度omega 有些地方是使用frequency 來當成是頻率的單位 當你用frequency做為單位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omega用2π代理頻率 角速度跟頻率高 就只差一個角度 往2π的角度 當你把omega用這個代理器的時候 這個微分 這個積分的這個預算值呢 前面就會多出現一個2π 然後把前面這個2π給打掉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 你如果今天是frequency的 為主的計算方式的時候 前面是看不到這個2π分之1的 然後裡面呢 這個大寫X平普的 的字變的函數就會變成f 那上面這個exponential 右上方就會變成exponential J2πFT 看到是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這兩種都可以 只是定義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們把這樣子的公式 就叫做duration form 簡單說 比如這兩個公式之後 你可以很自由的 在實力和頻率之間變化 只要你有一個實力的訊號 經過計算 你就可以獲得頻率的訊號 或者你今天有一個頻率的訊號 經過計算 你也可以得到實力的訊號 來 前面再看一個例子 假設呢 你今天有一個頻譜 長得像這個樣子 請注意一下 我現在橫軸呢 就是用f來當單位 我不是用omega 因為我覺得f比較直卷一點 它只有在dc turn 還有頻率能增幅100Hz 還有增幅250Hz的時候 有一些response 或是有一些impulse response 出現 它的強度呢 分別是上面所對應的這些值 順便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free transform的運算裡 它基本上是一個負數的運算 compress calculation 不是各位熟悉的 只有時數的部分而已 它還有趨數的部分 所以自然而然它的強度的部分 可能也包含了虛數的部分 譬如說在這個地方 7倍的exponential j 3分之pi的話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7倍的cos3分之pi 加上i 或者j乘上sin3分之pi 所以它是有虛數的部分 好 那根據剛剛的公式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這個頻譜的分佈 我們要怎麼樣獲得 它在實力上的訊號表現呢 就是把這些東西 通通去乘上 這個嘛 這個運算員嘛 對不對 好 那這邊原本應該是一個積分式 但是我們知道它只有在少數的頻率 有對應的數值而已 對不對 所以其他地方都是0 所以對我們來講計算很簡單 其實只是在做formation而已 你在做什麼formation 就是每一個turn 去乘上它所相對應的運算員 分別是這些 全部加起來以後 就是我們x的結果了 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其實你可以稍微自己去算一下 你會發現這些角度都是對稱的 所以根據我們的運算 你最後可以得到像這樣子的一個result 注意看一下 這邊角度 負三分之拍 正三分之拍 這邊是兩百拍 這個地方是負兩百拍 OK 所以它其實都只差一個正負號 只差一個正負號 意思就是 cos 的部分多一個負號的話 它還是一樣的值 不會改變 但是sine剛好會多一個負號 對不對 那個負號會從sine的裡面 會KJP出來 換句話說你虛部的部分 通通都會被底下掉 最後結果就是這樣 OK 那這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符號呢 我們也可以用 數學的程式去把它直接畫 繪製出來 它看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周期性的函數 反 換句話說 或是相對來講 你今天有個這樣子 十遍的函數 你要怎麼樣去知道 它的評估分布是什麼樣子呢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應用剛剛所說的 theorytransform就可以了 只是這回 你會需要的就是 真的是積分 OK 剛好我們可以很快的 用那個sine的方式完成 現在 你現在是一個continual signal 你就沒有辦法那樣子去做 你就需要一個積分 Sorry OK 順便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才提到說 那個fuelertransform 是一個負數的預算 對不對 換句話說 你今天的訊號 頻率的訊號 實域的訊號 都有可能是負數 可是各位有發現 這件事情 我們計算 以後我們得到的實域的訊號 是一個 實數訊號 因為它的虛部完全被抵消掉 OK 那什麼時候會有發生這個事情呢 有人可以告訴我 實域訊號等於 都是實數的時候 頻率訊號的特性是什麼嗎 其實就是看這個地方的特性是什麼嗎 這個頻圖有什麼特性 可以讓它的虛部 在做了inverse-re-transform以後 虛部完全抵消掉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重要的特性 叫做負數公二對稱 conference-conjugate-symmetric 負數公二對稱的意思就是 在頻譜相對應的地方 都會有一樣的強度 只是它們的數值是呈現負數公二對稱的 OK 所以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你會獲得實數的訊號 為什麼要特地講這個呢 因為我們處理的絕對大部分 都是實數訊號 生理訊號全部都是實數訊號 所以 生理訊號所獲得的頻譜 都會是 對稱的頻譜 實際上你在處理所有的這些訊號 不管是生理訊號 或是其他領域的科學也好 絕對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畫出來的頻譜 絕對大部分都是對稱的 因為你處理的是一個實數訊號 OK 所以你看到的頻譜都是對稱的 是不是頻譜一定要對稱 沒有人能規定 只有在實數訊號的時候 才會有對稱的頻譜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大概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些 creation-sign的一個 property 所以這個就可以多繼續看好了 好 那我們下次就會從 那個 廠間-sign的一個負責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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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